大家好,欢迎来到漫谈投资理财频道,我是Mike,今天是9月10日,星期五,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上一期,我谈了如何投资者费了九牛二斧之力抢到了投资房之后,却发现投资房租出去或者房租比预想的要低 现在想想都觉得可怕,不过更可怕的是,高预前来的投资房还没来得及租出去 却发现当地房地产市场已经凉凉了,二手房和开发商的新房都在各三差五的见价 这不,这些现象现在就发生在德州的奥斯丁,谈到了今年上半年奥斯丁的房地产 投资者无一不知,他曾经领涨了全美房地产市场 接着是不是也要领跌全美的房地产呢? 这一期我就分享一些例子和大家展开聊一聊这个话题 好,让我们开始吧 俗话说,春江水软也要像是绿当地的房地产最了解的首推当地的开发商了 而不是如迪亚霍腾或者德纳特等全国新的大开发商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开发商资金雄厚 他即使在一些地方亏钱,也可以从另一些地方赚回来 所以有时候他们宁可房子在市场上放着卖不出去,也不急着建价 但是当地的小开发商就不一样了 就当地一个市场,如果房子在市场上时间长了,卖不出去 资金量就会断了,弄不好就会破产 所以当地小开发商价格变化才是当地房地产市场的真正的晴予表 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就是上面所说的这样的小开发商 他是一个总部在奥斯丁的规模比较小的开发商 他在奥斯丁周边小镇有不少正在开发的新小区 比如说在Cedar Park, Round Rock等等 M-Signature是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其中的一个豪华住宅的开发部门 另外,我还会讲另一个当地的开发商叫Covintree Homes的例子 在奥斯丁,目前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正在进行一波 从6%到15%不等的建价 幅度之大,频率之快 让投资者难以想象 仅仅三个月前,投资者在奥斯丁还抢破落头 有位在奥斯丁重仓9栋投资房 还让很多投资者集齐项目 可是现在开发商的房子 已经在市场上放了四五个月了 现在让我和大家分享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 在这几个小区建计的例子 首先我们看的例子是Round Rock 这个是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的卖的房子 在例子里我们会看到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 然后我们看它的价格在7月4号的时候是54万5000 而现在的价钱是48万8000 最近的一次降价是 时间是9月8号 降了5100美金 现在价格平均每平方是227美金 可以看到短短的两个月 价格已经下降了接近5万6000美金 第二个例子也是在Round Rock 也是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的房子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是在8月31号的时候 价格是46万4500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也就是两三天前吧 9月8号是44万4500 一个礼拜降了2万美金 它这个价格每平方是261美金 是很贵的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 下一个例子也是在Round Rock 也是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的房子 我们来看它的价格历史 它这个价格在7月16号的时候 是55万美金 然后9月8号的时候 降到了50万8000 在短短的六七个礼拜 降了4万2000美金 最后一次降价是 降了2万美金 再看另一个区域 这个是在Cedar Park 这个Builder是M-Signature 也是Milestone旗下的豪华 住宅的开发部门 8月22号的价格是76万2000 两周后也就是9月9号 降了38000美金 降幅达到了5% 现在的价格每平方是235美金 好 台湾的Milestone Community Builder的 新房子的建价的现状 现在我们接着看 另一个开发商的建价的情况 这个房子在Fugers Viewer 它的油增编码是78660 这个房子的Builder是叫Coventry Homes 在这里 然后我们现在接着看看它的价格的变化 这个房子的Builder是Coventry Homes 也是德州当地的一个开发商 8月20号的价格是65万3千美金 三天后就降到了60万5千 降到48万 降幅达到了7.5% 你上面所述的当地小开发商 恐慌降价 不同 全国性的大开发商 却表现异常淡定 在市场上的房子 两三个月卖不出去 也不降价 我看可能是实际还没到 现在我们来看看全国性大开发商族D.L.Horton 其总部在达拉斯 D.L.Horton是上半年 涨价最猛的开发商 当时我记得每周是涨了5千美金 好像他们觉得买房的人的钱是天下掉下来的 事实上也是真的是这样 我们作为不差钱的投资者还增多 特别是加州的莱克 房价越涨越前 越前越涨 搞得买卖双方都皆大方喜 可是时间快进到了9月份 房价已经有了两三个月涨不动了 这些投资者切不钱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D.L.Horton的一两个例子吧 第一个例子在福格斯蒂尔 邮政标码是78660 D.L.Horton这个房子 我们来看看它的价格 在7月23号的时候 它的价格是44万 差不多两个月过去了 它价格还没有变 对吧 虽然卖不出去也不见价 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也是在福格斯蒂尔 邮政标码78660 也是D.L.Horton的房子 现在我们看它的价格 它的价格是在 在7月13号的时候 价格就是47万 对吧 两个月过去了 价格也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市场已经冷下来了 房子也不好卖了 他们也不见价 好谈完了目前大小开发商 在欧斯汀新房的现状 我们接着来看看欧斯汀 二手房的市场 最简单直接的就是看看 ZERO手里握着的 二手房的价格的变化 这些里面有不少是 ZERO在5月6份高位前来的房子 现在还在市场上 价格比当时买住价 有的还低 超过了10% 现在我们来看看几个例子 来了解 ZERO是今年以来 这组合为了和阿宝多 潜占i-Bio市场占有率 而最后沦为接盘侠的 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 是在奥斯汀 这个房子是唯一 Cedar Park附近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Cedar Park 这就是这个房子所在的地方 我们再回去看这个房子的数据 这个房子是GERO的房子 7月2号的时候买住价是 每平方是312美金 三周后你稍高的买住价 318美金放到市场上 很快就经过两次的大降价 现在你第一买住价9% 也就是284美金 一平方还在市场上出售 这就是GERO第一个 以买住价低 9%出售的房子 好 现在我们来看 第二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 在Round Rock 也是GERO有房子 这个房子7月30号的时候 的买住价是每平方 连买39美金 四周后也就是8月25日 你买住价同样的价格 又放到市场上 能看出来现在GERO也知道 当地市场不行 不像前一两个月 一种手抬高20%放到市场上 最后却砸在这手里 不过现在的市场 即使你原来价钱也卖不掉 这不不到两周 又大降价了7% 你222美金一平方 在市场上亏卖 第二个 GERO二手房的 亏卖的例子 我们接着来看 最后一个例子 这个房子是在Main 这个地方本来是比较 比较差的区 但是因为特斯拉在那边 开了一个超级工厂 对吧 所以那边的房地产 也就火爆起来 也炒得非常厉害 那我们看看这个房子 这个价格的变化 的情况 这个也是GERO的房子 7月2号的时候 你每平方204 抢到这个房子 然后一个月之后 GERO 你接近买入价 放到市场上卖 价格是每平方208 以后就接二两三的 几次见价 现在你第一买入价 近15% 记住 第一买入价 近15%的价格 正在市场上泡卖 这一期我就通过 分析当前奥斯汀的房子 让大家多少 观察到 当地的房地产 已经有所含义了 当然了 房地产里 每个市场都不一样 比如说在北卡三角区的房子 还是非常火爆的 当投资者发现 前来的房子 不好 租出去之后 其投资的制度 就会慢慢地建下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北卡三角区的房地产 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凉凉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 这一期的内容 别忘了点个赞 留个言 订阅和分享我的视频 谢谢大家观看和聆听 下次视频再会 Bye